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以为我这发员我已经够不负责任的了 很惭愧 内心惭愧 你知道有一个女作家 陕西的 格格 叶广辰 这个叶广辰很激动 说王蒙老师刚才说 他一边看电视剧 一边睡着了 这是多么大的成功 能让王蒙老师睡着了 把我听傻了 我说他是帅我呢 还是这往哪聊呢 我前两天去看那林怀民的云门舞集 他后来有个演后谈 上了开场牌也是这样 他说我常年跟演出之后跟观众聊 经常会有观众跟我说 睡着了 我睡着了 不好意思 然后他说我跟他们说 很好 太好了 我希望我的这个舞剧能有各种各样 一千个观众有一千个反应 睡着的是其中之一 而且是很美好的 观众也是行为艺术的一部分 对对对 醒了以后接着看 而且之后你经常更好了 或者去做别的 所以这个电视剧 你是刚才讲这个横电 你觉得中国这电视剧产业 他们到横电那边都一条龙了 待望了一个地区经济 但是就是说 最近有一个叫李京盛的 你看就讲到这个穿越 说最近穿越题材火爆音频 他说呢 说穿越剧有越来越热的可能 说现在的穿越剧 很难用历史观去衡量 整体的思想内涵 还没有提高到观的历史高度 新奇怪异 手法比较招之急来挥之急去 人物天马行空 对历史的表现有些随意 等等 他是这样 咱们的文艺啊 咱们有一个就是文艺载道的传统 教育别人的 但是现在这个电视剧呢 也有特别严肃的 像刚才我前边说过的 什么毛主席去莫斯科和斯大林 中苏会谈 中苏会谈 怎么保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让他瞎编他也不敢 他不敢 那他不敢 但是大部分电视剧啊 他是消费性的 对 是娱乐性的 消费性娱乐性 他就是逗你玩 就是那个马三立的那个相声 逗你玩 逗你玩 他主要是为了逗你玩 可是逗你玩当中呢 他有的呢 又有点内容 比如这借枪吧 这个借枪 别人最认为最荒谬的地方 是我认为最好的地方 借枪是描写什么呢 就是抗日的共产党 跟呢 这个伪军 伪军里边的一个二溜子 两次借枪来杀日本 这个我完全信 这就是中国人 This is China 中国人呢 我跟你说 就是那个 众产党他是有信仰的 是非常认真的 那个当伪军的人 他丝毫没有要效忠于 大日本帝国主义 他就是混几个钱花 在家里实在混不下去了 然后你说 我借你这枪实实 一天我给你 比如说一百块钱 那他觉得值啊 是啊 三天以后你还我了 而且他上上下下 中国人都很讲情面 谁都护着谁 官官相护 兵兵相护 匹匹相护 匹子护着匹子 所以他觉得 我就觉得这些地方 让你了解中国国情 还真有帮助 你看着他荒谬 一点都不荒谬 就这么回事 还真的是 中国人一向这个演绎的传统 比 从来就 谁读正史的 真是所谓的读书人 正经为座 你要读史 读三国志的人 肯定远远少于读三国演绎的 但是他们说 你再往前走一步就是神怪了 但是他们说呢 就说 比如说这四大名著的 这个现在就都 都已经糟蹋了 也没有糟蹋了 就是都翻拍了 都翻拍了呢 那么 这好不好呢 有人就把这个事啊 提的很高 说你这个四大名著 关系民族精神 就是你要把它拍电视剧 拍烂了 那么普通的老百姓 或者青少年 就是从这里了解到 这个名著的精神的 这推说题 推高了 我跟你说啊 这个第二个拍的 是第二次拍的 我看了若干吉三国演绎 我的印象还不错 还不错 因为三国演绎呢 它这个条件不一样 所以第二次拍的时候啊 像战争的场面 它显得比较宏大 是吧 有些这个宫廷 或者是 是这个王爷的 这些场面吧 也显得比较豪华 所以还 起码我看着 就视觉是还过瘾 那么对第二次 拍的这个《红楼梦》呢 反应不一 对 好像就是负面的反应 不少 但是我 我个人觉得呢 就是也无大害 因为它基本上 还是按照 《红楼梦》的那个内容 太按照了 甚至比第一版 还要按照 还死去败咧的 对 它很多直接的语言 就是直接从小说来的 但有些它适合 小说朗诵的 对 对 而且它的这个摄影 我觉得它就更像电影 而不是像电视剧 因为李少宏 他是电影导演出身嘛 这画面的感觉 那调子和第一个 它暗一些 然后让我想起来是 一个英国 就是很有名的 一个三人组合 拍了很多那个经典 就是这叫什么 Merchant and Avery吧 这三个人呢很逗 就是一个是什么伊斯兰人 一个是德国的犹太人 还一个是什么 是美国人大概 这三个人呢 拍的这个东西呢 出来呢 永远是把经典 拍得非常讲究 穿的衣服非常典雅 您知道我说 拍了好几个 什么亨利坚普斯 什么耶安炮 您看过 这李少宏 我觉得就那风格上 很像那个 他除了用那个原点 就是原剧之外 比如他那个音乐 好多人觉得 像鬼魂的音乐 但是其实也有点 有点那种 就是先锋音乐的 那个意思 用的那个 我们后来在这儿 还抢过一次 我记得跟马卫独说 这个叶锦天的那个服装 贴很多片 说像这个细装 可是后来 我从另一个角度 也想 他也是一种 就是他要 全照那个老板的拍 他有什么创新呢 是吧 然后叶老师 我也是特尊重 那个叶锦天 他肯定有 他自己一套想法 你要是从写实的角度讲 确实就很容易 被人诟病 不是 人家后来有人讲 就贴这个片子 你也得分清楚 就是礼服和长服 即便是古代的妇女 他可能在某种场合上 他是这种全装上 难道你想象 他真的在他自个儿家 就像在你卧室里 他也整天这样吗 所以说写实角度 的确是 他难受 我感觉到难受的 主要是什么 不是这些 是就是他的对话 全部用原文 可是我觉得 咱们那些小演员啊 他那原文 他都不懂 是怎么回事 他是一个什么口气 没错 是不是 你何不到那里去 他不想说话 不想说人话 这毁子 这毁子该吃了吗 这什么叫这个 我们只会说这毁 对 我们不会说这毁子 对对对 可是我小的时候 我们家乡的人 就说这毁子 真的吗 过阵子再来 《红楼梦》是香港人家乡 不是 他是 当时的这种语言 这个不断的翻拍名著 这个在全世界太多了 是吧 比如《红楼梦》电视剧 这现在是两部 那电影有多少部 您知道吗 您算得过来吗 《红楼梦》 过去就拍过 日伪的时期就拍过 以前是 香港也拍过 我听人家说 我可没看过 我如果说的不准确了 我向这个听众道歉 说是香港有一版的 现代摩登《红楼梦》 说一上来是林黛玉 从十米跳台上往下来 花样跳 这比黛玉罗斯可要生猛 可以由福明霞出演 这个 所以他这个 有时候 这里肯定有失败的 但是如果说引起我 稍微我有点郁闷的 但是我也不敢 因为我没仔细看人家的东西 是赵世锅儿的更改 因为赵世锅儿的这个 他的这个大中大义 他这个表现 这是一个被全世界所承认的 你说是最近陈海哥这个电影 因为福尔泰有赵世锅儿的戏 哥德有赵世锅儿的戏 中国的话各种剧种 有赵世锅儿的戏 到了陈海哥的 他把他的基本情节改变了 这个我心里头有些郁闷 但是我不排除是由我自己年老 这个我还正想跟你探讨一下 我看也有这个感觉 但是我又感觉到他这个导演 他有一个琢磨 他怎么琢磨呢 他又琢磨 他说这玩意儿要是真是说 为了某种意牺牲自己的孩子 这照今天的价值观 主流价值观 你好比你发现有些好莱坞电影 哪怕是美国总统 你都不能随便为了国家 牺牲自己的老婆孩子 他也就有个价值观的问题 他会觉得这能接受吗 于是呢 但是呢 他这么改的这个招啊 我觉得也不咋地 为什么你也不能说变成偶然 是搞错了 然后承受了一个命运 一不小心碰成一个英雄了 没错 这个好像 这个电影我没看 但是前几年也有两版 那个不同的赵氏孤儿的舞台话剧 好像也有改动 忘了是田庆新的那个呢 还是那个林兆华那一版 他就是说把这个赵氏孤儿 活下来要报仇这一点 这也是导演自己觉得 从现代人的角度 他不赞成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表述的这么强烈 最后他就改成就是孤儿长大了 不报仇了 对 就算了 后来被调起来报仇的 是这样子 所以这 而且还成了他的义子了 还成了他的义子了 还成了那个那个就是图案母的义子了 嗯 那照您觉得如果今天拍这个赵氏孤儿 不管是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 应该忠实于 这个这个我也不敢说呀 因为我 我管那么多事 但是我就说我有这种心情 作为观众有点心情 我没有建议 嗯 我也没有批评 嗯 但是我有心情 心情呢 使我感到不安 对看这个赵氏孤儿 哎 可是看这红楼梦呢 甭管他成功不成功 我并没有什么不安 嗯 是不是各 这个各路人马 现在有这趋势 这中国可是喜欢起哄 嗯 比如一干什么 我这都得到处集合资金呢 对 想跟你玩大的 没错没错 是不是啊 我把我把东周列国再再拍一遍 对 我觉得说实话 每个国家对自己国家的那个最著名的 就国宝级的文学经典还是都很正宗的 你比如说像这个奥斯丁的这个傲慢与偏见吧 他这个BBC自己拍的那个电视剧就是比较的中规中矩 他符合那个最主流的 比如英国人的脑子里的那个奥斯丁的那个 而到了别的 就比如好莱坞版的或者有请了一个澳大利亚人拍的 他就不太一样 他就他就把这人物造型啊什么的很多处理 他都美国化了也好 还是好莱坞化了也好 为什么和战争与和平也有两版吗 也是俄国人那版拍的更加的重视预演 还有安娜卡列尼亚 四人班刚倒的时候 那时候中苏观也非常紧张 当时中央电视台放过一个电视剧 是美国人拍的安娜卡列尼亚 可是那时候苏联还没解体呢 但是苏联人非常反感 他反感对不对 咱们的另说 但是苏联人呢 俄国人呢 他对安娜卡列尼亚呢 他有一种神圣感 他就说这个安娜卡列尼亚 你不能随便说 拉一个长得没青梦秀了 就可以当安娜卡列尼亚 你的气质 你的举动 都得显示出俄罗斯的 最高雅的那一面 最美好的那一面 你说的这个心情 就和刚才你讲 奥斯丁的奥曼偏见一样 他有这种心情 但是您这个 都让我想起 古典的经典的 如果现在要传播 要翻拍 通过各种艺术形式 他还有一个 就是价值观的 这种变化的问题 你比如说 你刚才讲到的 就说是赵氏棍也好 你看到 比如说 咱们说过去拍的 很多这个皇帝戏 清宫戏 那么也有人说 如果都播这玩儿 这不是办公室政治 尔虞我诈 就搞全数 对吧 那么后来就又有人讲 你说四大名著 三国演义 这个东西都是玩的 这种个权谋 甚至呢 说今天的这个 所谓价值观 甚至比方水浒传 这个李逵 杀个人就砍瓜 切菜一般 甚至还吃人肉 对吧 那么你该怎么 确实他会遇到一个问题 表现吗 还是怎么表现 我觉得这国产大片 前几年就有过这个讨论 我自己看那什么黄金甲 什么夜宴 就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他这些宫廷讹诈 到最后死人一片 然后就是互相吊打一个老人 我看他很不舒服 我觉得他好像是要把这个元素 强调到极度以后 获取最大的观众 实际上他的 他这个算计其实错了 你发现所有的在成功 主流大片 在国际上成功的 他其实都有一个 所谓的普世价 就是杀人是错的 正义要战胜邪恶 然后你不能把那个趣味 不论是性爱 还是什么定的太低 因为主流观众 他是不接受这些的 那你怎么显出中国特色呢 我觉得就八个字就是中国元素普世价值 其实我们是跟应该跟人类的共同的价值 比如热爱生命 比如说正就是你最后还是应该斜不压正 等等这些都应该是一致的呀 不是他是这样子 比如说有时候你讲的这个理论上啊 就是可以这样讲 但是你实际上呢 有时候就碰到这个互相矛盾的地方 比如赵氏霍儿他最感动人的 实际上是那个就是成鹰为代表的 这批人的忠实 这个忠实这里头呢 有正面的东西 也有和现在人的价值观 不完全相同的东西 那怎么办 但是他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他编成这个预句的时候啊 最动人的是什么 就是说成鹰已经老了 这个时候也不知道哪年能报上仇 成鹰这种人呢 因为他是以出卖赵氏国儿的身份 来保护着赵氏国儿的 所以他在家乡啊 没有人理他 认为他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 所以他说是他在下这雪啊 他在这个田地里走 我就老琢磨这个 可惜我不会学这河南话 河南 河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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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是底下人的就在那 就集体在那的民谣 说老成鹰 老成鹰 老成鹰 段子孙 段子孙 他是一个不义的人 因为他不讲中义 可是这个段子孙呢 还是说着了 因为他真是为了掩护这个 他这个赵氏国儿 把自己的孩子交出去了 对 他并不是说是没事 他要为立功 他要交自个儿的儿子 也不是说把儿子交出去 给这赵顿 赵顿吃肉 有一种这个宿命的悲剧 宿命的悲剧 但是他有了 他有这个承诺 是不是 他要中 这个中国的这个中的故事 可是多了 不光中国有 外国也有 中国讲中校不能两全 中校不能两全 那你就得 还有 易谱啊 易谱的故事也很多 全世界都有 日本也很多 易犬的故事都很多 就一条狗 为了主人 把自个儿的命搭上了 最后的话 这主人 比如翻过身来以后 他先修一个墓 是他这条狗的墓 这个 他有动人的地方 所以这个东西 你要完全往 就是跟着现在来扣揉 对 这也有点实现 而且是不是也可以 就是说 不一定把观众想得太弱智了 太傻了 你比如我发现 日本的导演 你看他拍武士道 对了 当年按说 这也是比较狭隘的 你说的 这个说的好 为了64人 武士 主子死了 64个人都不活了 对 你按说 或者动不动就剖腹 他们就是这么拍 不是当年 这是当年的事 其实都知道是当年的事 你可以 甚至于 所以说 说是看完了 就是如果是原版的赵氏国 而各家把自个儿 独生子 就都献给 献给老板了 不可能 而且的确也有一个 吃什么药的 也不可能 吃了药的也不可能 也有一个就是想 我觉得都 他把这个中国的经典 都符合普世价之后 但是确实就不是 大家都很爱看的 比如说这个 吴雨森 这个赤壁 你要算 他里边的这些元素 真的都挺全的 连猪 司马叫什么 这个这个谁 诸葛亮 不是 周瑜和谁 这个小乔 是去接生 那个 我觉得都 热爱动物 可是到时候 就笑场 你把这些全 全算得齐了吧 最后大家还是不认 我跟你说 就是说傲慢与偏见 你要按 按现在来说 那些问题 根本就不应该存在 就没有讨论的必要 是不是 婚姻的话 自由两爱 这个谁管得了谁 根本就不存在 这些问题 安娜卡丽娜 你都站不住 安娜卡丽娜 你跟他 离婚就完了 我说的还是爱情至上 无论到 你看那个 其实那奥斯丁背后 都是很冷酷的金钱算计 可是 他最后还是给了你一个 最后你看这个 最富有的公子 这个叫什么 这个这个何希 不是何希 他他爱上的 还是不是一个富家女 他还是爱上了一个聪明的女子 满足了所有的人的梦想 对吧 这白马王子 还是 不是事例 古典 那就是古典 历史 就是历史 因为咱们还有很多 那么多人都在那活着 在那网上说话的 也有 报纸上写文章的也有 三国演义 我早就写过文章 我就说三国演义 我说他是属于前现代的这个英雄 就是他给老百姓没有好处的英雄 前现代的英雄 你看中国古代 他我觉得他还有那么一种看戏的 他乱世出英雄 演绎的价值观 中国是乱世出英雄 对对对 他讲什么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西洋红 对 还有这一面 对 还有这一面 超越 也是一种超越 黄泉民 你说关云长 说百万军中取上将之头 那百万军的人命都不算什么 不算了 为了一个英雄 是吧 这个 他有 他另有一种审美 是 这个 距离就是美 放的古代了 你都觉得可以接受 所以说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